妇科当中的一个常见病和多发病 我们把它叫做 西医里边把它叫做盆腔炎 盆腔炎的发病率很高 大家都很清楚一句话 十个女人有九个女人 有着妇科的毛病 那么我们平时所讲到的妇科病 所谓的妇科病 常常讲的是女性的什么 阴道性的疾病 比如说我们前面曾经讲到过了 黴菌性的低虫性的杂菌 等等引起的阴道炎症 那么由于整个阴道和它的弓体 基本上都在盆腔当中 所以这样又很容易 引起盆腔的一些疾病 整个盆腔里边 弓体在这个地方了 它像一个导致的离形 在这个地方了 然后这两边呢 一边还有一个刺儿 那么这些器官都在这两边 所以整个这些器官都在盆腔当中 所以盆腔炎 那就是妇科当中发病率很高的一个气瓶 既然把它叫做炎症了 西医里边 那么不用说大家都知道它应该有什么样的症状 是吧 所以从症状上来讲 患者常常会出现腹部 出现疼痛感 而这种疼痛 它的疼痛不一定有多举烈 它是那种隐隐作痛 难受不舒服 最常见到的部位 这两边 这两边疼痛 那么由于盆腔当中的有些神经 它发自于这个部位 所以这种疼痛又常常会导致腰底部的酸困不舒服 所以有些人可能来看病的时候 是以腰底部的不舒服 而看得病 有些人告诉你说 我这个地方沉的不行 有些人告诉你这个地方困的不行 还有人告诉你这个地方怎么 它难受 甚至严重的时候会出现疼痛 所以如果小腹部出现了疼痛 再加上一个腰底部酸困疼痛 毫无疑问 已经可以确诊 出现什么了 盆腔炎症了 同时部分患者 部分患者在盆腔炎症的时候 它可能会出现代下的异常 比如说有些人可能会出现代下量多 外阴不搔痒 甚至出现什么 代下有一种特殊的味道 比如说有些人可能有了鱼腥味了 有些人可能有这种什么臭味 这些症状也是常常伴随有的 大家必须搞清楚的是盆腔炎盆腔炎 一说到炎症 这本身也是西医的一个词 所以大家立即就会想到什么呢 消炎药 西医里边讲到的消炎药 就是我们所说的抗菌素 既然把它叫做抗菌素 那么这个药物就是干啥的 杀细菌的 有细菌 比如说是戈兰斯阳性菌 还是戈兰斯阴性菌 什么样的细菌 用什么样的药物 它能够杀死 对吧 但是大家必须搞清楚的是盆腔炎盆腔炎 虽然叫做炎症 但是绝大多数的盆腔炎患者 它却是无菌的 那么既然它是一种无菌的炎症 那么我们再使用抗菌素类的药物 那肯定就是没效果 所以盆腔炎是一个是发病率高 二一个呢 西医大夫的的确确有没有什么太好的办法 所以西医大夫没办法 谁干着活 中医干 那么既然是一种无菌性的炎症 那么这个时候 的的确确中医就会大显身手 请注意部位在哪里 腹部疼痛 在腹部的什么部位 两侧 是不是啊 还有哪里 腰底部 这个地方疼痛 对吧 所以这两个部位是谁 和谁有关系 所以从他的病因和他的病机上看 和谁有关系了 这两边嘛 我们在前面的理论课程当中 在讲到某一个藏的时候 说他的经脉起于会阴部 绕阴气过少府 然后再往上前走 哎 和谁有关系了 肝 所以他和肝有关系 还伴随有这个部位难受 腰底部的难受 腰底部 腰底部 谁在管着 要为肾之腹 这个地方全是骨骼 谁足骨 肾足骨 肾足骨 所以 他和肾又有关系了 肝属木 肾属水 水生木 所以我们经常把肝和肾叫肝肾同源 为什么出现了疼痛 前面我们多次讲到了 中医里边讲到的疼痛 一个叫做不通了 一个叫做不容了 所以这种疼痛 它常常是不通而导致的 为什么不通了 气质了 所以导致了血 育了 因此出现的结果 那就叫做疼痛了 谁的气质了 肝气愈结 所以从他的整个病因兵机上来讲 那么我们常常把他叫做什么 肝气愈结了 导致什么样的结果 气质了 血愈了 气质血愈了 因此这类的患者不仅仅有了白带的异常现象 还可能会出现月经的不正常 月经失调了 比如说有些人出现了月经的延期 有些人可能还出现了痛经 有些人可能还出现什么 月经的时候精死量偏暗 里边有了血块 这一系列的问题都是由他而引起的 同时大家要注意 又有酸又有困 酸了困了 我们在讲到邪气的时候 谁容易让人困了 比如我前面讲过头重如果 腰部沉重 腿沉的像灌了签一样 我们在前面的理论里边都讲过 什么样的邪气啊 湿邪 所以不仅仅和肝和肾有关系啦 而且还出现了什么啦 湿邪为患 当然如果患者的白带异常 它异常到什么程度上呢 比如说有些人那个带下 白带的颜色是黄色的 一旦出现了黄色的 那我们就把它叫做热邪了 所以死邪常常和热邪在一块 如果白带亮不是黄色的 那么它就是死邪 因此在注意肝气欲解气质血欲的时候 我们不要忘了死邪 所以在整个的治疗过程当中 极要疏干礼气活血花欲 还必须干嘛呀 力士邪 那么如果说白带的亮多了 而且有了黄色的了 那我们还要左翼清热力士 所以你看见是一个疾病 它的症状可能很复杂 所以我们每天在我们的一病一讲当中 都讲的是什么 典型性的病 就是这一个疾病是个典型性的多发性的疾病 而且这个疾病我们在讲的过程当中呢 也是这个疾病当中的经典性疾病 最常见到的是这样 当然不同的患者 他可能还有着这个症状的出现 或者另外一个症状的出现 那怎么办 大家慢慢慢慢学的就会了 那就是要随着它的症状的变化 要随症加减用药 这样才能更有效果 所以喷枪眼明白了 是这几个邪气引起的病理机制是这样的 所以在整个的治疗上 那就要 整个的治疗上 那就首先要做到的是疏肝 是吧 离气 然后怎么办 由气制血鱼了 那我们叫活血 化鱼 然后又使血怎么办 要左翼 力失血 方法有了 用的方子啥 用的药物是啥 那不是就很简单了吗 书肝理气 一说到书肝理气 大家就能想起谁 我们多次再讲 有一个很经典的药物 效果很好的药物 叫啥呀 柴虎吗 是啊 谁得的这个疾病 女人得的吧 没有哪一个男人来的时候 她有喷枪眼 喷枪眼本来是个女人的疾病 所以女人哪有病了 干嘛 干和谁有关系 气嘛 是不是 女子一谈到气 就必须想到谁 那就必须想到血嘛 是不是 所以我们就必须找个药 这个药 既能管它 还能管它 所以我们把这种药 叫做血中之气药 那么也就是妇科之 良药 或者说女人吃它就没有问题 哪一个药门问题 相互乌药嘛 所以 相互乌药 既能输干理气 又有着活血化育的作用 那是血中之气药 妇科之良药 腾腔炎的药药 有血育了 一说有了血育 是不是大家就能想到要活血 一想到活血你就应该用啥呀 一说到活血可能女同志喝点红花 我告诉你这个红花呀 我们好多女同志快喝了呀 我前两天我有个学员 我在学院里边上课 吓得客就问我 老师老师 我家里有红花的 我能不能喝 我说你为啥要喝 说人家朋友送给我的客贵了 说好几千块钱了 那一瓶瓶 真好 细红花 龟就好吗 好就能用吗 啥叫好 要解决什么问题 把什么东西或者方法用上 解决了 这就叫好方法 是不是 这个人饿得不行 一碗面就是他最好的 一碗米饭也是他最好的 这个人渴得不行 那么白开水就是他最好的 你如果把白开水让饿了的人去用 让这碗面让口渴的人去吃 那就是不好的 所以用对了就叫好 用不对就叫不好 所以红花不能随便吃 我还有个学员也是 四十多岁个女同志 说红花这东西是女人应该用的 红花红花嘛 女人经常应该用一用 所以本来已经停经了 最后和红花红的来的 说月经来了 最后告诉我 我说对不起 你那不叫月经 你那叫阴道出血 两个问题 难道阴道当中出血就叫做月经吗 月经月经是一月一经 它是有规律的 你现在是咋来的 人家我叫做人体正常的生理周期 你现在是和红花喝下来的 所以严重的不对 所以红花的的确是个活血的药物 但是它本人有着破血的作用 所以我在临床上 基本不用红花 那我们完全可以用其他的药物去替代它 比如说 看得生女人的病 那我们就用点女人的药呗 是吧 男为前 女为昆 对不 所以我们中药当中就有一味药叫昆草 昆草就是女人用了效果好的草 那就是你给女人用上就错不了 造成妇可病你用它就错不了 清楚啊 所以昆草也叫什么呀 对女人好的草 也把它叫做一母草 一母草 一母一母吗 就是对女人好吗 要对男人好 那就叫做一男草 很可惜 没有 所以男人有时候也蛮可怜的 想找个对自己好的草都没有 不过你自己对你自己好了就行了呗 这个药一用即可以活血化瘀 而且对这个疾病的治疗效果也很好 肝 肝精的问题嘛 肝精的问题怎么了 疼了 对吧 既然是肝精的问题 而且是疼了 我在前面几个病里边经常提到一个词 怎么来解决肝精的疼痛啊 肝要揉 所以要揉肝 要缓急止痛 所以一说缓急止痛 一说揉肝 大家应该马上就能够想到 我们用的什么 炒白烧和甘草 这一对药 还有历史呢 用史协了 一说到史协 全中国人都说自己有史气 哎呀 这个史气可把人害死了 啊 经常在门诊上 这个病一来了就告诉你 医生呀 你给我开点药 我说你咋了 我体力史气太大 我说你咋知道 人家说的 我说谁说的 电视里边 到底是史协把人害死了 还是电视把人害死了 还倒是幼小人胡说八道 把人害死了 中国人有两个问题 必须搞清楚 史太多了 二一个毒太多了 尤心举同志 一来 我体内有事呢 我体内有毒呢 你哪有那么多史 哪有那么多毒 还有一些童子扒个罐子 起了泡泡了 一扒罐子上面起了泡来 最后人家给他扒罐子 你体内 这不是全是史 这全是毒 我的天呀 和毛锦一样 一凝还流水呢 那就是诗吗 不一定的呀 当然一谈到史 好多人就会告诉你 你去熬个一米人的粥喝 所以那草市里边的一米人 比小米卖的还快呢 还贵呢 但是这个地方 这个地方 我的的确确 要给你用点一人了 在这个地方 一定要用上了 你看我平常在房子里边 很少用的 在这个地方必须用 用生的 一米人有生的和草的 用什么 用生的一人 用生的一人 生一人 他可以尖皮 利尸 那么这个史前哪来的 辟虚而导致了 施邪瞎住 所以引起了腰背部的酸困 既然是腰奔部的酸困 我们必须还要管谁呀 还要管肾 管肾的什么 那当然是肾的阳气 因为他有史邪 视邪必须用阳气去化 所以腰背部的施邪 那用什么去用啊 一个药物叫做枸杞 不是枸杞子 是枸杞 这个地方 化操理不操 就这个药 它可不是 看了这俩字了 你想到啥了 是不是就看了 想到了狗的脊梁了 这个药可不是狗的脊梁骨 这个药它是个草 是个中草药 为什么起了这么一个名字 那就是说 这个药吃上 对于咬号 可以咬不酸 咬不困 咬不疼 腰肌腰肌 像什么一样 像什么的腰肌那么壮实 像它一样 明白了没 所以这不是骂人了 这是一个美好的寓衣 由于这个药长得 上面有毛毛 那个毛毛还是黄色的毛毛 所以这个药又叫做 金毛枸杞 又叫做金毛枸杞 当然 强壮腰膝 即要强腰 又要强息 强筋剑骨的药 除了枸杞 那再用另外一个 就叫做胶 督中 胶督中 好了 它也有了 书肝的 礼器的 活血的 话育的 立湿的 然后再加上 强壮腰西的药 都有了 然后在这里边 再加两味药 这两味药 在盆腔炎症当中 必不可少 必不可少 一个叫做土芙苓 一个叫做红藤 这两个药必不可少 十一味药 告诉大家 伎俩 柴虎 6到10 相负责 9到12 乌药 9到12 炒白勺 缓急止痛 15到30 甘草 3到6 红藤 30 土芙苓 15到30 焦度重 9克到12克 枸杞 9克到15克 生一米人 15克到30克 每天一副 早晚服用 饭后半小时 如果有些同志感觉到腰难受的厉害 困的沉的疼的厉害 那你还可以把两遍药煎完以后去喝最后把药渣子装到布袋袋里边 封个小口袋把药渣子放到小口袋里边 放到这个地方去热敷 请注意热敷完了以后一定要用干净的毛巾擦干净 立即盖割棉布类的东西 你不要一热敷一完了不管了就把后面的半片子肉给凉出来 一凉出来凑力一开邪气就会承虚而入 反而会加重病情 所以我们多次讲到一些热敷的方法热敷的药物 热敷完以后一定要把局部擦干净 然后要用个唇棉的东西把它盖上 这样把它保护住就可以了 这是我们所谈到的盆腔炎这个疾病的祖方 由于这个疾病的发病率很高 而且很痛苦 说实在的很痛苦 有些女同志出现这种疾病以后啊 影响到了自己的生活 影响到自己生活 所以我们今天把这个疾病 从他的症状上 从他的病因病激治疗方法和他的方药上 都告诉大家 希望能够让您的喷腔炎早一点离你而去 这些疾病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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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